选品的天坑 万圣节讲完了啊 各位万圣节讲完了 如果你没听明白 明天看回报 现在我们讲旺季选品 因为整个假期啊 它并不只是一个万圣节 其实万圣节就是那么几天而已 就是那么一天 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就是那么一天 它的那个销量也不会太多 它窗口期也非常短 真正的销量是今年年底的 选品旺季 大家好好听好了 真正今年年底的选品旺季的话 如果你们今天在在现场 如果你们现在在在听我讲课 如果你已经准备选品了 那么你一定得注意 我上面说的这三款产品 你千万别去碰 胖了就会挂 第一款就是LED的灯带 LED灯带是什么东西 LED灯带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产品不能做啊 老师你刚才看了历史 你下面有个列表 那列表是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那个 卖家经理下 这是卖家经理的 你说是不是这个列表 这是卖家经理的插件 大家看一下啊 好了这个啊 这个万生节都讲完了啊 万生节讲完了 我们查LED啊 LED 好了 大家注意啊 这款产品大家不要去做啊 这款产品大家不要去做 不过我知道大家不要去做这款产品还是有点私心的 什么叫私心啊 我也不知道是私心的功息了 这款产品里面 我会很清晰的告诉大家 小类排名前二十名里面 小类排名前二十名里面 差不多有一半左右是白马会大师班的学员 他们都已经冲进去了 冲进去了之后 你应该很难再做得起来了 其实说实话 因为现阶段做亚马逊的生意越来越多 由于疫情的关系啊 其实说实话整一个疫情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能够在家里面赚钱的只有微商或电商 你不出门就在家里面赚钱的只有微商或电商 所以这个疫情一过做亚马逊的人 我可以清晰的告诉大家 做亚马逊的人是非真 不是一般的真是非真 尤其是很多内地城市山东 那个山西 山西比山东很猛的多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山西做亚马逊的人 以下是暴增 还有西南地区川渝地区的做亚马逊人也是暴增 所以说大家在家庭 这个机会也并不多 好了 第一个LED灯带 LED灯带 大家不要去做了 LED灯带这个产品非常 这个内幕非常非常激烈 你进去做的话 没有什么机会了 很清晰的告诉你 没什么机会了 如果你是工厂的话 还有一点点机会 如果你是工厂的话 你来找我私下来教你怎么做 如果你只是一个贸易商 而且你只是个小白卖家 或者不要去选LED灯带 LED灯带 这个是一个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热门极其热门的产品 热的不能再热的产品 你去做了基本上是胸头极少的 不要去碰这个 你就被割了 好了 这是第一个产品 本来不要去碰 第二个产品是kq宝 kq宝我都把它拼击出来了 卡拉OK 卡拉 OK 这个这个 kq宝这产品 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产品不要去做 这个产品当然也是 基本上在 就这个产品在去年 就就已经被我们那个 白马会大事办的 悬营占掉 可能三分之一多吧 起销的排名前20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有很大的 有有有有 有些问题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产品有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产品容易带来差评 因为它的功能太多了 功能太多的产品 总会有人带来带来差评的 这一点 大家这是 是不要去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产品的价格不便宜 你进货价就挺高的 而且你进货价挺高的话 那么就是说 如果一旦亏损 或者是一旦滞销的话 那你的这个损失就会很大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一点 这个产品 还是操作起来挺复杂的 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按钮太多了 操作起来挺复杂的 那些美国佬 这些他拿在手上 其实美国人是挺弱智的 大部分 普通的美国老百姓 是挺弱智的 他拿在手上 就这么GGYY的 他现在用不了 用不了 就投诉 这种情况很多的 所以说 这款产品是不要做了 大家听好了 因为我说的这几款产品 都是每年万 每年旺季的时候 大家都要做的产品 好了 大家先不用问问题 等我把课讲完 你们再问问题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还有一个是星星灯 嗯 嗯 嗯 灯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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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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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星星灯 大家这个 这个不要做了 啊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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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第三种 第三种情况 星星灯 第三种情况 星星灯 这个是这三种产品 不要去做 这三款产品 很都是 基本上每年忘记的时候 都会做回大家的选品的一个 热门或重点去选择这些 这些东西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整个整整个那个 嗯 整个什么整个啊 忘记期间 整个生产期间 他最大的坑就是这三个了 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学员 包括其实是现在的新学院 我们都不建议他们进去 因为以前已经被一些老的学员所占领了 所以说大家预料这三款产品就绕开走就好了 这个就是 嗯 嗯 啊 要做 要避开的这些的 那么 把这三个 忘记选品 把这三个产品避开了之后呢 那是不是 就没得做呢 不是的 其实有很多产品可以做的 那么今天 啊 现在我就来跟大家现场 选一个品出来 你们 今天 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想选品 想忘记选品 忘记选品 最后一包选品 那么每一个内幕 每一个内幕 我帮我现场就选一个品出来 送给你们 大家好了 好了 你们现在就可以 现在就可以给出啊 你们想做什么产品 大家不要在群里吵了 玩具 我待会会专门讲 大家 家居 好 家居厨房 行吧 家居里面我随便就 就选一款 家居里面可以做的品出来 现场就选出来 好了 嗯 选品 精灵 选产品 大家看一下啊 好了 选家具 家具 家具和厨房是在一起的 家具 厨房 选了之后 然后呢 当然你可以那个月销量 月销量这个 嗯 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这个就是就是不管它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看好了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点什么 就是说评论数量一定少 评论数量一定要少 评论数量多了 那你就搞不定了 就200之类啊 就是说如果超过200的话 作为一个新的新手卖家的话 你肯定搞不定的 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评这个评分数量 里面是二四四分到五分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配送方式是FBA 好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还有这里面还有一个参数 就近六个月 为什么要近六个月以来呢 上架时间大家记好了 其实上架时间它是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上架时间 其实很多时候比这些指标的 还要重要 为什么上架时间很重要 如果上架时间不限的话 你看到的那些产品啊 就是半年啊 就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七年八年上架的 那么其实我们进去 没什么机会了 那么我为什么说 要说要在近六个月里面上架呢 这也就是说 近六个月里面上架的产品 对于我们而言 它是对于新手卖家而言 它是比较友好的 来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啊 出来了 哦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都是一些家具保温杯啊 看这都是保温杯 现在这个保温 我天了全都是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保温杯 注意了保温杯是不是可以做的呢 保温杯是不可以做的 注意这体积太大了 你不能做了 这品质这体积太大了 虽然它数据好看 你也不能做 注意了这个数据是第一步 第一波数据出来之后 你要进行人工分析了 这就需要靠经验了 我现在就分给分给里面啊 好了大家看一下 等下来之后 首先第二点 这个是那个壁画 挂画 这个不能做 因为体积太大了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是讲庄东西的 这个蜡烛 蜡烛有点奇葩 蜡烛这个不太运输 不太好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登串 这个登串不要去做 刚才我说的登串不要去做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哎 等一下 这个产品有点意思 大家看一下 这个产品有点意思 这个产品有点意思 哎呀呀呀呀 嗯 嗯去夹门巡看看 好了 这个产品先先等一下啊 先等一下 这个产品先等一下 好了 那看第二个这个 这个风扇是不行了 已经过季了 你看这又出现了一个灯 你看到没 这个浴室挂钩 这个好像又出现了一次 那么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也是什么东西 注意了 虽然你看到风扇这个产品 它数据非常好 但是 风扇的产品数据非常 但是它已经过季了 不能做 好了床天这个 这个是做不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是 嗯 这好像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点火器 还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是它这个 好像是个电子点火器 这个东西 如果是它电子点火器 这个东西又出现了 看到没 好奇葩 又出现了又出现了 好了 还有这个 哎这个不错 马桶刷不错 但是马桶刷不错 但是马桶刷体积太大 你应该是没有利润的 大家先不要问问题啊 我先挑一个可以做的产品出来给大家 这个不错 嗯 肥皂价 看一下肥皂价 啊 这个不错 啊 这个不错 好了 来看一下啊 好我们这几面 就啊 有几个产品是可以出来的啊 啊 这个是我轻轻点把它关掉 啊 浴室登串 浴室的登串 啊 两个都是浴室登串 那186天 哎不错 它对新卖家比较友好 大家看一下 对新卖家比较友好 这个205天 这个对新卖家也是比较友好 这都在半点之内 一点之内出来的 好了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感觉是可以做的了 这个产品 浴室的登 浴室的这个价值 这个产品是可以做的 好 还有这一款 这一款肥皂价 但是肥皂价有个问题 肥皂价有个问题 因为它体积偏大 它可能是体积货 所以说你要仔细核算利润 如果它利润合适的话 是可以做的 这个产品 还有一个是这个 壁挂的这个鞋帽架 壁挂的鞋帽架 那么简单来说 这三款产品 至少有一款是可以做的 我看一下下面还有没有那个 还有没有可以做的东西 这个鞋帽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鞋帽 这个鞋帽 这个托盘 这个托盘也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枕头 注意第一步选取 选出来之后 第二步你还得根据你的判 这个什么东西 辅助挂钩 这个也好像可以 这个不错 好了 我再填 我再选两个出来 这对书桌 这个书桌 我再隆重讲一下 这款产品可不可以做 说实话 这款产品不适合新手卖家做 但是如果你是老了 第一点如果你是老了 第二点 第二点是什么 靠谱的供应商 那么其实这类产品是完全可以做的 这类产品首先第一点有靠谱的供应商 而且如果你通过发海运的方式 说实话 这类产品如果你通过发海运的方式 如果有20%的利润的话 就完全可以做了 因为这类产品的需求量一直都很高 但是 一半的新手卖家又不敢去卖 他就形成了一个人为的门槛 很多人都不敢去碰的 其实越是人们不敢去碰的产品 就越好卖 这个产品是可以去尝试的 好了 我再看一下下面还有没有靠谱的产品 这个是手持吸尘器 这个蜡烛反复出现是很奇葩的一件事情 这个风扇是很多的 沙滩毛巾 沙滩间这也不能碰 因为它过季了 已经过季了 好了 我们再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吸尘器 脚垫 这个是个架子 这种架子 仍然是体积偏大 看一下哪些是可以做的 这个是扫地机器人 肥皂盒 又出现了一个肥皂盒 扫地机器人 肥皂盒 这些都是风扇 我们再看下一页 至少在目前是看不到有什么让人眼睛一亮的产品了 这个是什么 红手机 口罩 这个口罩还会出现吗 好了 家具类 大家看一下啊 家具类这几款产品 可以 家具类的这几款产品 这里还有那个 9.99美金的 这个是很便宜 这个是4.99 这个是9.99 9.99还是不错的 一个是这款产品 家具类的 还有这个肥皂架 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 壁挂的鞋架 这三种产品 大家算一下利润 如果利润合适的话呢 只可以做 讲讲可以做的理由 首先第一点 他不 我跟大家说一下吧 这理由是几个 第一个就是他 不要做大热的产品 也不能做大冷的产品 然后呢 不要做货值太高的产品 不要做 有售后服务的产品 不要做通电的产品 不要做那个 带电机的产品 简单说 适合适合新手 小朋友外交流的产品 是哪些呢 就是说体积小 货值低 容易运输 容易包装 没有售后服务的功能 很单一的 然后呢 目前来说还算是 销量比较好的产品 市场空间有的产品 就是这样 这就是标准了 客战加低 其实还是算 这个是家具 说实话 家具类的产品 并没有太多可以 空间并不到 我们换一个 让我们看一下 刚开始那时候 宠物类 我们挑一个宠物类的产品吧 刚刚家具类 宠物类产品 我们换一个选品方式 大家看一下 我们换一个选品方式 选品方式 选品方式换这一种 大家看一下 通过 new release 通过new release 然后载到宠物类 好了 这是宠物类 载到宠物类之后呢 好了 这就是宠物类的new release 的产品 宠物类new release 的产品 这就是新品爆款产品 新品爆款产品 那么告诉大家有几个东西 是不可以做的 首先第一点 这个是 训狗器是不可以做的 因为像这一类的产品 是 训狗器 这一类的产品 它容易把狗毛打伤 是不可以做的 再第一个 第二个呢 狗垫子 这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是什么产品 哇 这个产品有点意思哦 这个产品说实话 我都想做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它是多久上线的 五天 我去 五天上线才五天 哇 真是个新品 而且它的 因为这款产品 我以前都没 我应该是没有见过这款产品 上线才五天 就做到 哎呀我妈的 上线五天就做到 93个rating 这太离谱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鬼 看一下 二零七月三十号 一天就 六月十八号 六月十二年 二年六月十八号 三千五天 你就 哎呀不行 这不讨论它了 这款产品是不错的 告诉大家 这款产品 其实这款产品 差异化很明显的 这款产品真的是不错 那就不用选了 其实这款产品 说实话我都想做了 不看一下市场容量吗 我告诉大家狗玩具 因为狗玩具 它的市场容量是足够大的 来看它的市场容量 那你来看一下 这个狗狗的它的市场容量 来看一下 看 这个市场容量绝对 绝对 绝对可以让任何一个卖家都都掩残 来看见没 这个是绝对让任何卖家都掩残 所以说狗狗的玩具一定是不一定是不错的 一定是不错的 相当于像这一款 然后这款产品是一个很新的一款产品 刚刚才出现的 还不错 哎这款是什么呢 哎这种意思 这个也不错 39个瑞体 39个瑞体 哇 哇去 51天 哇 哇靠 那看一下它的销量 51天 看一下它的销量怎么样 白色的朋友让开排名 月销量 月销量 月销量139 哎呀 月销量139也很一般啊 月销量139很一般 每天也才五个 每天五个 那每天四五个 每天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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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四五个 每天五个 哎呀太小了 不过这个产品还不错 这几个产品不错 那大家看一下这几个产品 啊这款产品这款产品都不错 好了这就是宠物类的产品了 我跟大家 今天承诺大家 每一个内幕 选一个产品出来 这一款 这一款 呃 还有 这一款 销量足够大 而且有明显的差异化 关键是你要把利润算好 看起来有没有钱赚 没钱赚就别去那个了 也算算好利润 好了 插件的测量的结果准吗 插件测量的结果是 比较接近准确的吧 其实我倒是建议大家 可以同时多用几个插件 来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看看如果几个插件 我今天都会比较 像卖家精灵啊 或者是GS 或者是其他的 那个我都会同时到 都会比较 如果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给出来的数据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基本上认为他们都是准的 大约是这样 老师可以讲一下EDM营销吗 今天不是讲EDM营销 EDM营销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专门找个时间来讲 EDM营销 其实说实话就是邮件营销 邮件营销其实挺麻烦的 首先第一点 你很难拿到有那个客人的那个 你很难拿到客人的E-mail 你即使你拿到了用户的E-mail的话 你的邮件发不出去 因为国际反垃圾邮件联盟的 那个是非常麻烦的 你发不出去的 就是拿到人家的E-mail 在店里面是需要很大的费劲的 拿到以后 你要把邮件准确的送出去 那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窍门的 今天不是讲这个内容 好了 今天就讲了这个 选个品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